过去在综合纪念牌楼前 游客络绎不绝 不过最近却有锐减的趋势 根据观光局统计 泰鲁阁国家公园 往年平均超过400万人来访 2014到2015年 因中国客来台暴增 连续两年突破600万人次 2015年更创下663万人次巅峰 但到了2016年 中国客人数大幅减少212万人次 大幅下滑32% 目前只剩下452万人次 许多花蓮观光客及附近部落摊商 也都察觉到这样的人数变化 三年前这个时候是怎么样 真的满满吗 就算是过年前还不到放假 一样满 你这个大概少多少 就一半以上 这不一定 因为说价值比较会有 价值比较多车子 比较会有 可是现在都没有一台车都没有 应该是晚一点 可能大概快中午或是下午才会来 有少一半吗你就会感觉 应该有 应该有 对啊 尤其下午你看那游软车进来 就没有什么游软车 对此泰管处提出说明 强调游客人数统计数量 主要以游客中心计算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进入到游客中心参观 而去年来访人次465万 相较前年增加13万人次 微幅成长3.3% 泰管处副处长强调 不可否认中国客人数减少是主因之一 但他表示路线人数整体能呈现上升趋势 那今年游客来到泰国 进入游客中心的人数 确实比去年少了到3成左右 但是也可能是中空公路各据点的交通品质改善 所以游客没有进游客中心 而直接从中空公路进去各景点的游览人数 却比去年增加了135%左右 那总计到今年游客结果 106年的泰鲁隔游客人数是达到465万左右 泰管处指出 苏阿改完工通车载集 未来将带来旅游车潮 目前已改善泰鲁隔峡交通 有气设施 保养现有设备为主 也利用这段过渡期 提升景点秉持及步道刷破工程 来增加旅游安全 有时新闻综合报导